再来看到台南枪杀林世杰命案进入到第三天 现在疑似枪手开的第二辆作案车曝光 连同第一辆作案车一同被警方放置在昆森派出所 疑似不想引人注意 还用不遮掩 而外传当时枪手骑乘的第三辆机车已经被找到 不过警方保守回应 对外只说有掌握两台以上 现在有最新进展传出 警方透过采集相关机证 比亲比对出了一名可疑对象 台南市区余会理事长林世杰命案进入第三天 路径枪手当时开的第二辆作案车曝光 意思就是这台放在昆森派出所的隐晖色交车 被警方用不遮掩 连同第一辆被烧毁的作案车一起摆在派出所外 由于昆森派出所属于半荒废状态 每天只有一两位远警值班 意思不想被外界注意才选择放置在这 他是权力车 但是我们仍然会有办法找到真的对象 当时枪手犯案后开着第一辆车 在2.5公里外的停车场汽车焚烧 再换第二辆车南下到高雄大树丢弃破酸 接着枪手疑似又骑机车往屏东方向逃 尽管外船已经找到第三辆作案机车 而且车身完整不过警方人保守回应 早就已经掌握到两台以上了 我只能这样跟大家报告 我想不管嫌犯你怎么换车 有走过B6下痕迹 我们一定会找出他所有交通工具 那现在就是有一些怀疑的车辆 目前都还在清查中 有没有第四辆作案车 枪手后续可能去了哪里 警方低调不愿多回 而林氏捷1T9号也进行解剖鉴定 历经四个多小时有了重大发现 初步研判其中五枪贯穿死者胸枪 导致双废血胸而死亡 但但涉入要害显然要致林氏捷于死 现在首要任务人士早日弃凶 厘清整气枪杀案的背后动机 记得台南综合报道